小龙 我好怕 我要是不拿呢 你说你的脾气能跟你的钱一样少吗 我已经跟秋秋同居两个月了 要不是你每个月把工资给我 我早就把你甩了 你玩我 你个废物 没钱没事 还敢学别人出来泡妞 你看那女人样子好怪 好像一条狗啊 你对得起我吗 这是你花了995购买的手串 现在还给你 以后不要来纠缠我 我们走 当初给她买这个手串的时候 明明才五百块 她为什么要说成是995呢 995 995 救救我 太危险了 在这 李公子 觉得我妹妹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 那你们的婚事 什么时候定下 我觉得择日不如壮日 不如就今天直接定下吧 我不同意 秋秋是我的 小鹿你来了 哟 又见面了 看来昨天没让你长记性啊 哼 我知道那是演的 秋秋上个周刚给我见过你 所以你们不可能同居两个月 还有 最后给她买的手链明明才五百 她最出生是995 最重要的是 看你最后搂踏实的动作 过去站了一个坦克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也坦白了吧 我妹妹长得那么漂亮 肯定要加入豪门的 你根本配不上她 这个我和你 白天我在工地上干活 晚上还要回去做吗 哥 戏我也演了 让我相亲我也来了 你就让我跟小鹿在一起吧 这样吧 我也给你个机会 结婚才领你们定 谁给的钱多 我就把妹妹送给谁 可以吗 你们 可以 既然你跟秋秋先认识的 那么你先出嫁 哥 十万 一百万 哈哈 哈哈 你别太过分 角落什么家庭情况 你也知道 她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 也凑不出那么多 妹妹的幸福 在你眼里就那么不重要吗 难道这些重要吗 哥 我非小鹿不嫁 行 不过你的身份证户口本 都在我这里 没有这些 你们怎么在一起 说的简单点 只要我还活着 你们休想在一起 哥 你真让我失望 两百万 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出两百万 你哪来那么多钱 哈哈哈哈 好啊 拿钱 给人 我需要两天的时间 来处理一下 好 我等你 喂 李总 上次你说的那个罢子 我同意帮你修 哥 他真的来了 这个包里有二百万 需要验一下吗 不用了 我相信你 那我的东西呢 这里面有你们竞争公司的内部资料 而且那个罢子已经修好了 就在这个U盘里 而且这里面还有你们公司的诈骗证明 你什么意思 我要加钱 这个好说 你要加多少 五百万 姓诺的 你不要亲人太甚啊 没事 罢子给李啾啾哥哥的 顺便也给他就好了 还有吗 没有了 这就给你了 你们想干嘛 不是一手拿钱一手拿货吗 哼 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啊 扔出去吧 好 五四 当你们电脑插上U盘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整个公司的电脑 都中了一层病毒 U盘里没有资料也没有bug 更没有证据 而当U盘插上的时候 证据变并了 而且这证据会自动转换成邮件 发送到你们的竞争公司 这种酸爽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喂 这个 你有三秒钟的时间决定 秋秋到底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三 二 一